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手上哪些纹是千年罕见的报复纹吧 1.食指下方出现新型纹 若是一个人食指下方出现新型纹 这也是一种报复首相特征 有这种首相的人一般能吃苦 工作能力强 在事业初期稳扎稳打 可能会过得比较辛苦 不过带到自己积累了很多知识和经验后 一旦抓住了商机将能够收获巨大的财富 2.有理财文 理财文位于感情线上方平行存在的一条线 由此首闻的人偏财运好 多善于投资 能在金融行业上获得不错的地位 这类人具有毒辣的眼光 一旦找到合适的项目 一定能获得不错的收入 但若是理财文过短 或者是理财文中间有间断 则说明此人的偏财运不强 若是做投资理财 很有可能就会赔钱 若是创业想要一夜暴富的机会非常少 3.掌中有直觉线 直觉线又称神秘文灵感线 是一种很罕线的手纹 通常起字月秋而向掌心垂直或弯曲 再延伸至小指下方的水星秋 也有是只出现在月秋上 大多是弧形状 手中有直觉线的人 也有一夜暴富的好命 因为这类人对于商机很敏感 能够判断出哪些项目是值得投资的 往往在别人还没有发现商机的时候 就已经震得盆满钵满咯 4.有横财文 横财文一听 我们就知道是一条可以横财的文 横财文位于大拇指关节位置上 明显的横文 由此手纹的人 多具有不错的偏财运 这类人的运气比较好 身边若是有抽奖 很有可能中大奖 但这种人 偏财运多是靠自己努力工作 才能够成功 让自己在保证正财稳定的前提下 提升自己的偏财运 多属于兼职的收获多 但若是没有偏财文 我们就需要努力工作来改善自己 并改善自己的财运 5.食指下方出现了米形纹路 米纹路也称作为米字纹 是非常罕见的一种手纹 也是非常难得的一种手纹 如果你的食指下方部位 出现了米字纹 意味着你此生的财富运势横通 并且有很大概率可以发横财 因为米字纹出现在食指下方的时候 就意味着这个人命中有横财 所以这种手上的人更有可能发横财 一夜暴富的可能性更大 6.手上有赌运文 赌博运气线也是手掌线之一 它的位置通常是 弧名指第一指节附上的直线 可能是一条或几条 如果你手上有线 那就意味着你运气好 运势好 只要有这种手掌特征的人参与赌博 他们通常能够赢得更多 损失更少 并且经常伴随着好运 然而如果一切都太好 我们也应该学会停下来 不要太沉迷于它 否则会有严重的后果 导致竹篮水空没有好处 7.手紧线清晰线花心 手紧线也就是手腕线 这条线位于手的颈部 通常有三条 如果此线完整而明朗着 代表有财富和幸福 若是三条都清晰明朗 而且在手腕线的第一条上 出现花心 就显示此人财运不同凡响 有可能靠着横财而报复 所以这种手上的人 发横财的概率会大很多 8.太阳秋或木星秋出现新闻 太阳秋或木星秋这两个部位 任一个部位出现新闻的话 很有可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机会和幸运 从而赚来财富 假如太阳秋处有新闻 且与婚姻线有连接 其人可因婚姻而发达 如果太阳秋处有新闻 且与太阳线有连接 其人可能会因为 创作或艺术才华而名声大噪 赚取财富 只是这种幸运新闻出现后 有时会消失 你能否把握住 要看事前的准备功夫和机运掌握的如何 9.两条玉柱纹 手掌心有两条玉柱纹 一条从手掌出发 延伸至食指下边 另一条从手掌出发 延伸至中指下边 是晚年得运的一种手相 拥有这种手相的人 年纪轻轻的时候目标性不强 不懂得自己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想法很多 容易一事无成 随着阅历的增加 人生目标变得清晰 并能为之奋斗 中年会因为碰到机遇而成功 这种手相越是到晚年 好运越来越旺 子女聪明又孝顺 晚年俘虏皆瞻 10.田子文 一个人的手相当中 在生命线 事业线附近的位置 若是出现闭口的田子文 口子文 则说明这样的人 个人的房产运势比较强 家里的田宅位置富足 自己也会有能力有责任 日后就算是在投资理财方面的成就 也不会太低 而且田子文长得比较清晰的人 比较容易从事房地产行业工作 日后发财也会比价富足 11.人员线 人员线位于手掌的外侧 由手掌外侧向掌心内延伸的一条线 或是多条的弧线 而一般情况下 长有这样手蚊的人 大多数的人员都会非常的好 懂得如何与身边的人交往 甚至还能够利用手里的资源来创造价值 所以一般的情况下 这样的人注定是不会差钱 自己也是不会缺钱花 命中会得到贵人的帮助 事业自然是也会越来越好 12.双鱼线 双鱼纹的位置在于拇指下方和掌心交汇处 而在手相当中拥有这样的手蚊 自己学习能力比较强 智力高超 思维缜密 无论是做什么样的事情 日后的发展也都会非常不错 而且一般的情况下 他们的冠军横通 日后必定会得到升官发财的机会 一辈子都不筹钱 自己也不会差钱 所以这样的人 命中有大富贵 只会越过越富有 13.十字纹 在手相当中 若是一个人的食指下方的位置 长有十字纹 则一般的情况下 这样的人 个人的事业发展会比较顺利 无论是在哪个行业 都必定会成为造调者 而且通常的情况下 他们做事有原则 个人的学习能力比较强 处处都会拥有极高的发展 所以大多数的情况 这样的人不差钱 自己也不筹钱 日子只会越过越富有 14.大拇指下方出现菱形纹路 大拇指下方出现菱形纹路 是非常罕见的 几乎很少会有这样的手纹特征 例如大拇指的下方出现了菱的纹路 这样的手纹就十分的罕见 而这样的手纹意味着 个人的横财运很好 代表着他们命中的财富运势很强 并且横财运横通 因此通常来说这样的手相特征的人 可以有发横财的机会 若是可以好好把握住机会的话 一夜暴富不是没有可能 因此这种拥有这种手相的人 一夜暴富的几率是非常有可能的 15.偏财文 偏财文一听 大家就能够了解这是一条 能够得到偏财的掌纹 偏财文坐落于 拇指骨关节部位上显著的纵纹 由此掌纹的人 多具备非常好的横财运 这种人的运势比较好 身旁躺着有抽奖活动 很有可能会中头奖 但这种人的横财运 都是依靠自己的认真工作 才可以取得成功 让自身在确保偏财平稳的条件下 提高自己的横财运 多归属于坐兼职的获得多 但若是没有正财文 大家就必须认真工作 来改进自身 并改进自身的财气 16.太阳线的末端 弯向小指一夜暴富 如果太阳线的末端 弯向小指旁 可以说是有着 很好的天赋和能力的 而且也拥有许多的特殊技术 才能 有机会获得大笔财富 经营小本生意可以发财 太阳线末端 弯向大拇指的根部 这种人属于是投资家 可以在不动产 股票等投资中 获得大笔的财富 如果太阳线与命运线 接连在一起 运势会更强 所以一夜暴富的情况 绝对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